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堂 华盛顿大教堂 高级教师维托波纳诺 也对教皇的辞职表示了震惊 我们请求主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 让我们保持震惊 但是他说他理解教皇为何决定辞职 不再担任全世界十亿天主教徒的领袖了 这个决定肯定不是容易做出的 我尊重教皇的决定 因为我知道 在决定做出之前 教皇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美国天主教主教联合会的发言人克莱默说 2009年4月间 他曾经到在1294年辞职教皇职务的 斯莱斯丁武士教皇的坟墓拜法 历史上辞职的教皇真是不多 罗马天主教皇本主十六世宣布辞职之际 正逢福音新教教会在发展中国家 不断发展壮大之际 而与此同时 罗马天主教会正在处理一起 牵扯到教皇贴身随从的腐败丑闻 克莱默说 本独任上在惩罚那些对儿童有性侵犯行为的神职人员方面 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措施 教皇还亲自到世界各地 挥舞了一些受害者 并讲对儿童进行性侵犯定性为最严重的反教会罪行之一 欧洲地区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 本独十六世这一次宣布辞职是不得已而为之 说他实际上是因为在这方面采取了行动而被排挤出去的 我不认为他是迫于某种压力而辞职的 历史上教皇往往都面对很多压力 但是都没有辞职 我认为他是自己选择辞职的 在吉勒斯教授看来 本独十六世和他之前的教皇保罗二世都属于是深度保守派人士 接下来如果还是一位深度保守派上台 教会里面那些不太保守的人可能会说 我离开还不行吗 在由谁来继任这个问题上 本独十六世自己没有投票权 不过那些有投票权的红衣主教当中 有一半以上都是由他来认命的 我希望下任教皇能够像教皇保罗二世那样 乐于接近人精力充沛 会说多种语言 甚至来自有色人种 不管教皇本独十六世的继任者 是否能像教皇保罗二世那么有魅力 也不管未来的教皇是否将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 很难想象这位后来者将在很大程度上 尤其是在保守理念上 有别于他的两位前任 感谢您的原因 新纪本 本期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